1985年10月22日 80岁的许世友老将军因病去世 他生前的好友聂峰智 推脱了工作上的安排 忙前忙后的为他操办葬礼 等到葬礼结束 聂峰智独自一人 站在许世友将军的墓前说道 这葬礼没丢你脸吧 希望你一路走好 在地下已经孝道 聂峰智哭泣了许久才离开 忙完葬礼的所有事以后 在给许世友的公计评定会议上 聂峰智却愤然离开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聂峰智如此失态是何原因 许世友将军的老家在湖北麻城 他生于1905年 少年许世友迫于家庭经济压力 不得不去打杂学功夫 1928年许世友从容残军 此后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 征战十几年 甚至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许世友将军虽战功赫赫 可也是部队里有名的火爆脾气 军中的战士和领导都很少敢于 许世友将军正面纲 不过独有一人除外 这个人就是聂峰智 许世友将军对聂峰智的或玩笑或无赖的举动都十分包容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的友情岁月长达55年之久 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有多深不言而喻 聂峰智于1928年加入我党 并于次年加入我军 在部队里的聂峰智慢慢的从一个小战士晋升为排长 那时他和许世友在一个部队里 许世友不仅是他的战友还是他的团长上级 许世友对聂峰智相当赏识 他晋升的时候也会提拔聂峰智 1945年秋天 许世友为了将聂峰智留在身边 还发电报给毛主席 那时我党为了控制并发展东北地区 就做出了抽调战士去东北的决定 在山东战场作战的聂峰智就是被抽调的人员之一 聂峰智在收到命令后立刻就着手去东北的事宜 然而没想到他在随大部队北上之前 再次收到了毛主席不用他去东北的命令 这自相矛盾的命令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作风 聂峰智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留了下来 事后他还将这件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听完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原来许世友也知道聂峰智被调走的那条命令 他不舍得聂峰智的离开 就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 撒谎说由于聂峰智患了急性肺结核 所以他现在并不适合去东北 请主席另责他人 毛主席为了聂峰智的身体着想 最后同意了 除此之外 许世友和聂峰智之间发生过另一件有趣的事 那就是三个师长的故事 当时许世友是华野军九重司令员 聂峰智、孙瑞夫、刘勇在九重里担任师长一职 后来这三大师长在北河神庙这场战斗中失利 孙瑞夫和刘勇两人知道许世友的脾气 在给许世友汇报战况前很紧张 只有聂峰智去汇报工作的途中很淡定 三位师长来到指挥所时 许世友正在办公 他对三个师长视若空气 可是嘴里却不停地在骂 打仗之前 你们说的好好的 怎么打仗之后就成了熊包呢 你们才不是什么长盛将军 我看是常败将军才对 孙瑞夫、刘勇两人被许世友骂得大气不敢出 这时聂峰智却发声了 差不多就得了 骂那么久 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没吃饭的人活了 这话让许世友被迫停止批评了 他反而问道 你们没吃饭 警卫员带他们去火房先吃个饭吧 通过这件事 大家都明白了聂峰智在许世友心中的分量 许世友对聂峰智偏爱和照顾 聂峰智也对许世友两肋插刀 1946年 聂峰智因患急性兰尾炎 住院做手术 可这时 我方因长期没有打下临山而损失惨重 许世友急需聂峰智去攻打临山 许世友心中也犯难 不知如何向住院的聂峰智提出请求 最后还是在聂峰智的追问下 他才支支吾吾的说出 聂峰智听罢 并没有犹豫 他用纱布扎紧伤口 就带兵去了前线 只用了一月就取得了临山大捷 战役结束后 许世友既高兴又愧疚地让聂峰智回去休息 谁知聂峰智当着他的面 拆开了纱布告诉他 伤口已经痊愈 自己还能继续作战 1985年10月22日 许世友将军病逝 他的丧葬仪式全权由聂峰智负责 在此期间 有同志在中山林5号举行的会议上 质疑许世友将军是否参加过抗美援朝 这让聂峰智再也忍不住了 他不顾会场礼仪提前离开 后来他多方搜集资料 证实了许世友参加过抗美援朝 打消了别人对许世友的猜疑 这也是聂峰智能为许世友将军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